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画呀 早晚都要到你的手里去 只要你觉得对得起张家的列祖列宗 你就去干吧 妈 这画 这事就这么着吧 我听说 纪玲这两天不错 她的病会不会慢慢地好起来呀 梵太医说 她的药最多能管两年 纪玲才不到四十岁 就怕黄泉路上无老幼啊 少爷啊 这是给您的 谁呢 肃秦王约讲了 看来这事有玩儿了 张先生 赵爷 这就是王爷平时接待客人的地方 没想到这么见面 是啊 赵爷 您把西陵圣母帖给她说上 王爷打开一看 赞叹不已 说是一件难得的宝贝 我趁机就把您的意思和王爷说了 希望他能够从轻乏落汪兆明 黄复生 王爷 你看 王爷只说想见见 送西陵圣母帖的人 肃秦王的 王爷 这位就是张又林 哦 张先生 我要和张先生单独谈谈 任何人不准打搅 这儿 张先生 请坐 张先生是孙贺斋的少宗姐排场官了 我这儿可是清水衙门 对不住了 王爷 您客气了 你和汪兆明是什么关系 评审相逢 他的照相馆 跟我的松河斋一强之格 我们算是邻居吧 我听说西陵圣母帖 是你的传家之宝 为什么不惜拿出如此贵重之物 就一个评审相逢之人 跟大人一样 钦佩他的人品人格 谁说我钦佩他了 我是在您主 沈方照明的法庭上看出来的 大人 我知道您做过崇峰门的税务监督 那是老佛爷给您的肥柴 负责进京物品的税收 大家不言自明 税务监督 除了向国库 交纳一定数额的税款外 剩余的就可以据为己有 老佛爷是想让您发一笔财 可是您却向国库交纳了 超过定额的税款 并由此引起了王公贵族的不满 受到弹务 我还知道 您在九门提督 和民政部上书的任上 修铁路 通邮政 半自来水场 够了 所以 我知道您是个深明大义 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好官 因此 我才敢为王兆明 黄富城求情 照你这么说 王兆明 谋次摄政王 也是为了江山设计了 恕我直言 正是 不过跟您的方式不同而已 大谈 谁 少奶奶啊 少爷还没回来呢 也不知道和肃秦王谈的怎么样了 急死我了 你拿西陵圣母贴来贿赂我 就不怕我把你当作 汪兆明的同党抓起来 王爷 您如果一定要把我当作 汪兆明的同党 那我也就只好认了 在做这件事之前 我已经想好了 只是有一点 大丈夫一人做是一人当 您不要牵扯到我的家人和朋友 张先生果然是胆识过人呐 我看你倒真像个革命党 坐坐坐坐坐 唉 我到法部大狱看过汪兆明 和他有过一番辩论 汪兆明是个难得的人才呀 可就是太激进了 其实在某些方面 朝廷和汪兆明的观点 还是比较一致的 双方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嘛 可是汪兆明认为 革命党和朝廷之间 没有谈判的必要 革命党唯一要做的 就是用武力推翻朝廷 这就太过分了 王爷 革命党我不了解 但是汪兆明汪先生 我还比较了解 先不管汪先生的行为如何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不是出自于私利 仅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 所以还希望王爷手下留情 放汪先生一马 最少要保全他和黄复生的性命 张先生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个案子很快就要结了 最后定的罪名是误解朝廷 对汪兆明黄复生从轻发落 判处终身监禁 谢谢 谢谢王爷 这都是您的功务 也不全是 摄政王也是个实大体的人 汪兆明黄复生 在法庭上的表现 你还没看出来 他们根本不怕死 革命党搞暗杀 就是要玉石济焚 他们巴不得杀身成人 留名轻史 朝廷杀了汪兆明黄复生 不仅吓不倒那些革命党 还会激起民众对朝廷的不满 所以 还是不杀为好啊 张先生 你的心意我领了 君子不夺人之案 况且我善其做了一辈子官 还没有收过任何不义之财 张先生 收好 千万不要陷我于不义啊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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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一段 歌难诱 王兆明这首金驴曲 写的实在是太好了 怪不得 中山先生夸他是个大才子 果然是才华横溢啊 毕军 我真的是很羡慕你 哎 文雅 你不用瞒我 我看得出来 你喜欢张又林 是不是 张又林是我的同门师兄 他是我的兄长 也是我的好朋友 喜欢就是喜欢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哎 文雅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啊 我记得那年在德克萨斯州的牧场上认识你的时候 你穿着高铜马靴 你身牛仔装束 腰上还别了个走轮枪 那时你敢爱敢恨 谁要是敢惹了你啊 你能拔出枪跟人家决斗 那时的潘文雅 简直就是个女侠 哎 毕军 难道我真的变了 这还用说吗 那我自己 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呢 你呀 变化简直是太大了 哎 特别是在张用霖面前 你简直就像个淑女 特别是有时候你看她的那种眼神 我的眼神怎么了 那里边可太复杂了 什么都有 就像是情斗未开的少女 忽然看到了她的白马王子 文雅 你还是好好再想想吧 张用霖她毕竟是个有戏子的人 当然了 按照中国的法律 她可以同时拥有若干个棋子 可是如果是这样 难道你真的会不介意吗 我当然介意了 这不可能 这简直是野蛮人的法律 和文明社会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就凭这一点 我就崇拜汪照明他们 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革命 去牺牲流血 为的就是建设一个文明的自由的社会 哦 文雅 我该去车站了 诶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啊 过两天吧 陈小姐 安雅姐 张先生 我来送你 谢谢你 哦 对了 我走了以后 还请您给汪照明和黄复生 经常送些吃的 这些银票您拿着 这就不必了 陈小姐 放心 我一定会托人尽量照顾她 谢谢啊 这边 您不要 这边是身体 你别送你了 小心点啊 您安理一下 绿军 您要多保重身体啊 嗯 一路平安 放心吧 陈小姐 一路平安 谢谢您 好 再见 再见 我能够理解毕军 在她看来 只有两个人的结合 才能够体现出爱心的意义 张先生 我已经订了去美国的船票 后天就要出发了 这就走 嗯 不过也好 你这次回国 遇到了不少事情 也没有好好地走一走 而这阵子 我也很忙 贝勒汪先生的事 不管有没有用 总得要跑一跑 也没有照顾好潘小姐 真是对不起啊 别客气 张先生 你已经为朋友做的很多了 不要再自责了 只不过 我就要走了 这一走 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回来 张先生 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那你 多保重 祝你幸福 张先生 我还是叫你又林吧 又林 这快分手了 有一句话 我一直埋藏在心底 也都不敢说出来 不好说 就不要说了 不 我要说 再不说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又林 你听好 我想说的是 我喜欢你 你明白吗 我明白 这是潘小姐瞧得起我 可我已经 是有妻子了 这就不应该再惦记别的女人 你说是不是 我知道你有妻子 可是 这凭妨碍我喜欢你啊 又林 你是受过西式教育的人 你应该明白 爱情没有任何理由 只听凭心灵的召唤 我对我的妻子 我对我的妻子有过承诺 这一辈子不拿欠 只重视于她 男人的承诺 就这么可靠吗 据我所知 是 每个结了婚的男人 大多数都有个类似的事业 可结果呢 世上的婚姻 并非双方的承诺 而变得美好 别的人我不知道 但我的承诺永远能想 可是你的承诺是永不纳妾 并不包括离婚 那然后呢 然后我们结婚啊 又林 说真的 并不是我自私 是她真的不适合你 像你这样受过西式教育的人 不应该找一个旧式的女子做妻子 我想 你们俩之间恐怕没有共同语言 潘小姐 像你这样 任何一个男人见了都会动心 坦白地说 我也不例外 可我是一个种承诺的人 既然承诺了 就要做到 况且 我跟贾比之间 也不是没有共同语言 我们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 又林 你没有别的话想跟我说吗 没有了 我明白了 以后我不会再提这样的事情了 对不起 没什么 我们永远是朋友 爸 我就先走了 好 我 你 我 我 你 不是 我 不是 他 我 我 他 是 他 少爷 霍先生来了 在哪儿了 在客厅等您呢 霍叔 又联啊 您可想死我了 我这一年多没到京城 可是你干的事我都听说了 好样的 大叔我当年真没看错你啊 您都听到什么了 你帮助革命党奔走的事 我可都听说了 行啊 小子 有些胆量 一般人碰上这种事啊 躲还躲不及呢 霍叔 我这打心眼里啊 佩服这些革命党 我见过这一个 个个都算得上是好汉 有量 来 你还不知道吧 就在前天 驻扎到武昌的新军 首举一旗举行暴动了 他们连夜攻占了 胡广总督署 现在武汉三镇已全在革命军的掌握之中了 霍叔 这些我都知道 这些报纸上已经登出消息了 您说这些革命党到底想要干什么 那还用说 既然竖起了一旗 肯定要干到底了 我想这次起义 革命军一定是想打垮朝廷 改朝换代了 武昌那边闹起来了 我们甘肃肯定闲不着 不瞒你说 这次武昌起义发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从兰州出发的时候 还没有任何迹象 可是刚到京城 就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你说 我在这京城还能待得住吗 那您是打算回甘肃了 对 这个狗屁朝廷早该垮台了 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年 不就等这一天吗 霍叔 您什么时候动手 我现在就走 又连 我这一去 咱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如果在战场上不走运的话 霍叔 您别说不吉利的话 您一定会没事的 霍振熙回到甘肃后 参加侧应了武装起义 推一番清王朝的武装暴动 成为辛亥革命的元勋 武昌起义成功后 短短一个月中 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 1911年11月6日 清廷宣布释放汪精卫和洪福生 王先生 张先生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张先生对我的帮助永世不忘 您这话说得太客气了 坐 陈先生 他在上海 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圣诞的婚礼 到时候你一定要参加 一定 您现在是大英雄了 这新政府成立了 您得认什么职啊 我曾经发过誓 革命成功后 一不做官 二不做议员 功成身退 我想和毕军去法国流血 像您这样的国家动静 这不做官太可惜了 王先生 您该启程了 好 这就来 您 张先生 这个送给你 王先生 你太客气了 见外了 我就要走了 这个送给你留作纪念 那 那我就收下 好 将来有事 可以到南京来找我 也可以写信 托胡汉民先生 转交给我 汪先生是干大事的人 别为了我们这些俗人分心了 这事 您再有机会来北京 得空到松河寨坐坐 喝杯茶就行了 一定的 张医生 再见 再见 我送你 好 来 汪先生 您一路平安 保重 又林啊 你胆子也忒大 像汪掌柜这样的人 咱们怎么能来往呢 弄不好啊 连铺子在家 全玩完 妈 这块墨 那是价值连厂了 这是送在智墨名家 攀谷的酸泥之墨 历来被誉为墨中神品 这帮先生简直太客气了 嗯 它有股香味呢 书上说啊 这墨盐开之后 香彻几股 墨盐之境 而香味不衰 那就把它放在柜上 做咱的镇店之宝吧 好啊 这酸泥之墨呀 我只是听说过 也是第一次看见的 掌柜的 这什么人能做出 这么好的墨呢 智墨的人叫潘古 是宋朝智墨名家 他经常背着筐 在洛阳一带卖墨 他的墨呀 从不讲价 你要是没有现钱 给他留个字句 照样能把墨拿走 苏氏给潘古写了首诗 其中有这么两句 布山期末 守如归 为害冰湖 祝秋月 这潘先生好喝酒 有一次啊 他喝大 掉到荒郊野外的枯井里摔死 可惜了 真可惜 你们打扫的时候 可得当心呢 是 知道了 我们松鹤这 有了镇垫的酸泥芝末 琉璃厂南纸店 更没法跟我们比赖 那是 把他请到那个位置 好 小心 好 闪 等贵的 等贵的 苏孝王来了 大人 您今儿怎么得空了 出来逛逛 张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你的气色还不错嘛 你不用忙 我是路过这里 顺便买一些文房用品 您都想要点什么呀 先上好了吧 知道了 这也算是我临走之前的 一点纪念吧 呦 大人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张先生 我就不瞒你了 我刚在养心殿 开完了最后一次 御前会议 荣誉太后 颁布了皇上退位的诏书 大清国 完了 完了 大人 那您 袁世凯 现在是个阴险毒辣之旅 北京城很快就会成为是非之地啊 我先离开这里 别的 只好以后再说了 我在北京城住了几十年呢 还真有点舍不得 能不能再回来 张先生留步吧 王爷 您是好人 我张又林这一辈子都忘了您 事实多变 您一定要多保重 多谢 告辞 1912年2月12日 宣童皇帝的母后 接受清室优待条件 发布退位诏书 宣布宣童皇帝退位 至此中华民国正式终结大清王朝 通知了中国268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 中国两千年来的地址也宣告灭亡 大不如死的干净啊 贝子爷说 大清国没了 他还活什么大 大清国的江山 大清国没了 我还活什么青年 大不如死的干净啊 不对啊 不对啊 大清国江山一主了 从此以后 贝子爷就不是皇亲国戚了 随手搬来的好路全没了 这一日之间成平头百姓 大清国呀 贝子爷 贝子爷 哎哟 贝子爷 贝子爷 哎哟 贝子爷呀 哎哟 贝子爷 哎哟 贝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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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贝子爷 贝子爷 下来下来 下来 贝子爷下来 贝子爷下来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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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皇上赏的吗 是啊 我自个儿不想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贝子爷 您这是为何许呀 大清国呀 祖宗的江山哪 贝子爷 虽然大清国江山没了 您也不能上交自杀呀 您要是有个好歹 让那些把大清国 过到没的人 不是撑转了吗 说得有道理 贝子爷 这就对了 以后有什么事啊 咱们再想折 师傅 皇上退位了 消息可靠吗 可靠 这肃心王刚宝 还真让你说中呢 这对咱们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啊 晋身 俄大人 恐怕都不行了 中华民国是另起炉灶 早先苦心经营的那些老关系 不知道还能用多少 老神的日子来了 师傅 您也别着急 其实这事 我想了很长时间了 这改朝换代势在必行 这变动中 损失是难免的 但它也会出现新的机会 你有主意了 现在还没有 掌柜的 咱什么也把变得简了吧 急什么 再等等 这中华民国 刚公布第二九号公告 说是 限期二十天 官军民一律简便的 不简便的这 予以违法论处 咱们还是赶早好吧 简便的 咔嚓就是眨眼功夫的事 我现在琢磨的 是改朝换代之后 咱们松河斋的买卖怎么办 咱该怎么办 还怎么办呢 那就情冷着喝西北风吧 二位先生 里边讲 里边讲 你捡辫子了 不光是捡了 我都给刮了 来儿子 这这 我看惯了这留辫子 这没辫子 儿子 你快看 冷不冷啊你 这不买了点帽子 少爷 您赶紧去到祭林少爷那儿吧 刚才送信的来了 说祭林少爷呀又犯病了 您不能急 您这身子骨得养一阵 我这手里啊 钻着一大把事 实在是踏不下心 大经过不都完了吗 你还忙活什么呢 好好歇一阵 就等着换差事 是吧 岳大夫来了 您费心啊 哥 好点了吗 好多了 你歇着 过两天 我再来看你 歇着歇着歇着 你帮起来了 我送你 别来吧 我哥这病 张先生 你调个准备啊 这不太好啊 不是一般的不好 范太一临终前有个交代 我现在完全是按着 范太一的方子 给他治的 不过 看来希望不大 已经有卖乡了 也就是这个月的事 您再给你想想办 我要是有法子 就不跟你说这些个了 大伙计 咱也剪辫子吧 那不找骂呢 掌柜的不说话 我们能剪吗 就你急 可 掌柜的 你能剪辫子了 那我们也剪了去吧 在街上碰上两个小兔崽子 趁我不留神 上去就一剪子 我这留了一辈子的辫子 就这么交代 掌柜的 不是说 早现在中国人不留辫子吗 是满座人的讲究 是他们逼着咱们留的辫子呀 万一 民国要是不成 再把皇上请回来呢 这没辫子 可怎么交代 掌柜的 没有的事 已经下操心了 你那账 都查清了吗 还差点 不过 肯定比去年这时候 差多了 我早料到了 亏的时候 还在后头呢 我跟你合个账 掌柜的 这不是陈大掌柜的吗 您今儿怎么这么闲在呀 我听说你们松河斋 得了一块攀古制的酸泥墨 我过来瞧瞧 那儿吗 打开我探个行吗 行 你别拿 轻着点 慢点 别能碎 这东西 直付少银子吧 你们掌柜的花多少钱 逃回来的 哪儿啊 这不是我们掌柜逃回来的 是早些您对面 守真账管的汪掌柜 送给我们少东家的 汪掌柜的 不是下了大狱吗 陈掌柜 这可就是您消息不灵通了 这汪掌柜的人 早给放出来了 汪掌柜的 干嘛把这么贵正的东西 送给你们少东家 想知道 得 那我就跟您说说 这汪掌柜自从进到大狱之后 我们少东家 就跟着忙活求他出来 为这 少东家把老东家 都说动了 把家里祖传的西陵圣母帖 都给请出来了 掖着脑袋 给肃心王送给 怎么样 我们少东家够仗义吧 可您猜怎么着 这肃心王 他愣是没药 可汪掌柜知这个情 等汪掌柜 从大狱出来之后 四处找我们少东家 非要把这价值连城的古墨 塞给他不可 我不唬您啊 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你刚才说什么 西陵圣母帖 你们东也够衬的 这么直气 这西陵圣母帖 就是怀宿和尚那狂草啊 别看没几个字啊 纸老银子了 雲商 掌柜的 扳门弄腹 真是好物 好物 再坐会儿 不不 我还得赵恩父子 告辞 您慢走 雲商 掌柜的 都在一条街上做买卖 都是死对头 表面上嘻嘻哈哈 保不齐背地里 冷不丁的给你下刀子 知人知面不知心 别什么都说 知道了 掌柜的 你不是要跟娘家住两天吗 怎么回来了 风头不对啊 怎么了 自导皇上退位的消息 传出来以后 这些日子 粮价非涨 可抢购的人 还是有增无减 我们家那点存货 全都卖光了 是吗 怪不得 这松鹤斋的生意 不好做 这和松鹤斋的生意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这眼下 是新旧政权交接的时候 人们抢购粮食 说明这世面不稳 这肚子都吃不饱 谁还有心思 写诗作画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跟庄掌柜的 正被这事发愁呢 就是这家 进去看了 人事 人事 快 开门开门 千万别急着开门 快 开门开门 再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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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开枪了 长官 长官 你们家谁是坏事的啊 长官 我 长官 长官 您说有什么事您说 把铺里值钱股丸都拿出来 长官 您看 我们的店里是卖男子的 没有股丸 小子 您是活腻了吧 不敢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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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店里啊 最值钱的就这些木 如果您喜欢 您都拿走 就这个 来 地方们 把他碰了给我 走 长官 使不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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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抢我 走 下一样 大伙计 这不得能成这样 明日怎么向掌柜交代啊 这哪是当兵的呀 这就是土匪嘛 佑玲 你出去啊 妈 我去看看我哥去 季灵这两天怎么样了 还那样吗 昨天晚上啊 外面吵吵嚷嚷的大半宿 你顺道打听打听 问问怎么了 我怎么没听见啊 你都睡了 好像离咱家挺远的 成 妈 您屋里吧 外面太凉了 我得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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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 拿来我的钱 我的 就是我的钱 你给我站住 臭小子 我的钱 你快给我站住 臭小子 来 咱们弄好啊 掌柜呢 掌柜呢 掌柜的 三天末呢 来 来 掌柜的 咱们要损失了 比别人的铺子算小的了 掌柜的 这人没事就好啊 我柜上的营子被抢了 面上的瓷器全被砸碎了 孙帅啊 铁套座那份怎么样 别急了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多当兵的 把严谨的部门都给抢了 还放火烧了房子 估摸这是死人了 他们没跟里头来 我呀听见外头不对头 锁上门就抄小刀过来了 掌柜 孙子哥来的时候 咱铺子刚被抢完 我来的时候 看在街上 有不少人在捡昨天夜里土匪 落在街上的东西 他们这就算是抢得着了 这个世界上哪有白捡的东西啊 瞧着吧 掌柜的 这今天要不是人上脑子快 这当兵的一扎门就想到了 赶紧藏酸金末 要不可就惨了就 陈山 你为店里立了一大功 我给你记上 你说现在这些当兵呢 他们敢明着抢北京城啊 我也正琢磨这事呢 除了八国联军的时候 北京城的铺子 还没被这么抢过 这些官兵 怎么这么大胆啊 怎么公开的抢铺子 都没有变成了 那么多年 这些三年 巨大的抢铺子 都没有被人打破了